那我们在复旦大学的科普基地自然会依托复旦大学的这样的一个高校的特色 所以我们首先依托了生物科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那这一中心呢可以充分发挥复旦大学一流的本科教育水平的优势 依于这样的一个优势我们会在现在和未来陆续的推出一系列高质量的科普的课程 那此外我们还依托复旦大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两个双一流学科 依托遗传工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以及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 人现代人类学两个教育过重点实验室 来共同的科研力量来共同推进我们基地的这样一个建设 把我们的基地打造成为一个具有高效特色的科普系的基地 再来讲讲我们这个科普基地的历史 作为科普基地的主要场馆 这个博物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 在上世纪30年代就落在复旦大学100号的镇丹国务院里 收藏了由两位欧洲学者所收藏的一些植物类的生物标本 那到了1945年 中国植物分裂学创始人之一 前竹树老师就开始着手了复旦大学植物标本时的扩建工作 1952年 中国著名的动物学家秉志老师 将唐胜标本的第三代船人唐善康老师呢 引入到了复旦大学来担任脊植动物标本的制作 而随后是唐子英老师接替了他的工作 那么就在这一代一代复旦学者的这个传承之下呢 我们的博物馆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壮大 在50年代的时候 陈安当校长就一直把我的博物馆作为复旦的一个骄傲 每次有外宾来的时候 他就会请外宾到我们博物馆 虽然很小的面积来参观 因为他认为这是复旦学术的一种体现 80年代后期 唐家的第五代传承 唐世明老师 以及我们植物生物学实验的负责教师陆凡老师 这两位老师能接切的前辈的工作 进一步的去守护博物馆给这十万一届的经历 2065年的时候 复旦大学生理科学院整体班线交换 在这个时期 我们学院领导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就是启动了博物馆的新馆建设 复旦大学生理科学院的前院长毛雨宜先生 个人捐资一千万港元 用来建又来帮助我们的新馆建设 而这一新馆也被命令为了祖家博物馆 圣祖家先生为了纪念他 圣祖家先生是毛雨宜先生导师 也是中国微生物理传学的创始人之一 2018年整个的新馆博物馆建设 到了阶段性的结束 那我们博物馆也正式的对外界免费开放 2020年 我们又再一次推出了 复旦大学组家生理科学博物馆的公众号 那么今天只要在手机端 我们的所有的观众就可以通过 美亚博物馆进行沉浸式的博物馆的参观体验 而且也可以在手机上面的精品馆藏中间 去浏览一件一件我们的精品馆藏 这是我们博物馆的和整个基地的一个简要的一个历史原格 那接下来作为一个科普基地 我们有哪些特色活动呢 我们一共有三大类的特色活动 首先呢就是我们祖家博物馆的参观 在过去几年呢 这对过去两年过程中间 我们的博物馆是完全对社会免费开放的 而且我们免费为支援者提供讲解服务 所谓讲解由我们的大学学生支援者 在老师的培训和带领之下才进行完成 那当下呢还在这个抗击疫情的阶段 疫情过后 观众们可以在祖家博物馆公众号上 进行实名制的预约 就能够生灵其境 到达我们这个博物馆的现场 第二类的科普特色活动呢 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走进生命科学的系列学术讲坛 那么依托复旦大学的一流学科的优势 也依托一流的人才优势 所以在常年我们设置的这样一个学术讲坛中间 我们可以邀请到来自生物学各个分支学科 比如说去年我们就邀请了来自植物学 遗传学 微生物学 结构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等各个方向的专家和学者 来为我们的青少年朋友 为我们的广大社会参观人士 提供一场场精彩的讲座 第三个科普活动呢 是我们的这个科普实验 我们依托国家级的实验教学师范中心 制作了一系列的科普的实验课程 那包括动物模块 植物模块和微生模块 那这些实验呢 得到了小朋友们的热烈的这个欢迎 社会反响非常地好 在这些科普活动基础之上 2019年的时候我们推出了一个 走进生命科学 你也可以是生物学家的科技节主机活动 这些活动成办 举办的这个效果非常好 最终我们也得到了上海科技节组委会 授予的优秀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 那么今年科技节又会有哪些活动呢 那么说今年我们这个线上科技节 我们将联合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联合生物多样性生态和生态工程 现代人类学两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联合我们国家节实验教的示范中心 以及我们生命科学院的团委来各部举办 在今天的开幕式之后 我们将盲众推出三个 就重量级的这个节目 分别是渔游博物馆 主题报告和渔游实验室 那首先我们来看渔游博物馆 在渔游博物馆的过程中间 我不仅会带领大家去参观 我们现在开放的渔游动物馆和养博物馆 而且我们会带大家去认识到 我们两位的标本守护人 首先是我们的唐逊宾老师 他是标本老师的第五代传承人 那也是我们从八二年开始进入到复旦 一直跟领到现在的 作家国玩动物标本的守护者 然后是我们的陆凡老师 也是我们植物生物学实验的负责教师 也是几十年如一日 守护着植物的标本师 所以我们又来会邀请不凡老师 来跟我们讲讲植物标本师的发展 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 在明天下午的两点钟 我们会邀请到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 教育重点实验室的赵斌教授 以疫情野生动物和气候变化为题 从全球的气候变化 来引出当下我们的动物保护和疫情爆发 这样一个热点问题 从生态系统的全局视角 来重新审视当下新型冠状病毒 背后的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 明天下午的三点 我们将带领大家进行云上实验室的参观 我们要参观的是 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也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 目前我们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是王汇洋院士 然后我们的实验室的主任是李新华教授 那我们的活动邀请到了一系列不同学科的学术嘉宾 他们将从不同的平台的这个角度 给大家来介绍一些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那我隆重推出的是 林金中教授团队的新冠病毒MRNA疫苗的研发 这个课题方向 那根据实验室的小鼠动物数据的结构 团队研制了新型冠状病毒的MRNA疫苗 无论是在诱导中和抗体 还是T细胞免疫等方面 都表现出了强大的优势 即将要进入到飞人灵长类动物上面的 进一步的这个一毛保护的效果测试 那么这一个冷冻电信平台 是如何支持于这样的一个学术工作的呢 明天下午三点钟近代揭晓 随后我们还会陆续邀请到李林教授 张经纬青年研究员 以及三英老师 来给大家从另外三个学术平台 来分享他们的学术心得 那以上就是我们此次科技节的全部活动内容了 如此精彩的活动 也期待大家积极的参与 我们也同样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复旦大学组家生物博物馆的公众号 在未来不论是组家博物馆的这个网上预约 还是我们后续的科普的讲座和科普实验课程 都可以通过公众号来进行实名的预约 我们期待和每一位这个直播间前的观众 相约在复旦大学 相约在复旦大学的组家博物馆 好 感谢大家的介绍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将进入到我们活动的第二个主题部分 云游博物馆 那我们首先呢会带领大家参观的是我们的这个鸟类博物馆 我们看到唐老师已经来了 唐老师你好 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 这就是我们博物馆动物标本室的守护人唐世明老师 那唐老师 这个博物馆2015年新馆建设之后呢 其实有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改进 那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博物馆的整体建设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吗 好的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 我们这个标本的建设呢 是从2016年开始 那么2017年呢 基本上就正式完成 正式的开放时间呢 是在2018年 2018年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说我们积累了几十年的这个动物标本 就是通过了这个新的桌床的改造和房间的改造 那么现在已经成为就是比原来要增加了一倍的这个面积啊 成为了现在的博物馆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博物馆呢 主要分成两大块 一块是鸟类 一块是哺乳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鸟类 我们鸟类呢 这个掌管呢 有两个点 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呢 就是随着我的镜头就过去 好 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第一个主题参观的展区 是我们上海深境展区是吧 我们上海市的这个鸟类 这个这个鸟类 那么我们这个所在的这个一个景观点呢 是主要防造的这个是丛民东摊 这个上海市地 也就是上海市地的这个类型制作的 那么因为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在中间呢 放了不同的这个所谓滩土式地的种类 从这个滩土式地 从那个滩土到水边的这个各种种类 那唐老师 我看那种远处的那种就是全是这个泥沙的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光滩 对 是吧 那光滩上是不是 我看有很多只有横溢类的两类是吗 对的 光滩在横溢类的 光滩上不但有横溢类的 因为这里还布了那些那个草 也就是说在严阻尸体 长生了就我们塔山的草 对对 那么它这些横溢类的主要是生活在这个状态里面 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么我们在这个 同样在这个滩尾虫里面 其实是很有特别的 有像这个光滩剑 所以是这样 它是我们上海的典型的这个滩尾虫那种种类 哦 在滩尾虫里面 对 平常会男人的五种 是这样子的 它个头比较小 在鲁克里面上是比较小的那些 那么在这个上面也有不同 很多种类 很多种类 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布出的一种 我看到旁边就是白鹿了 对 白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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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这里白鹿呢 就是有 同样在这个鲁克里面上是在汤区上面 还有几种 我们这里转称的白鹿是两种 对吧 一个是中白鹿 一个是小白鹿 在那里 中白鹿和小白鹿 是这样子的 那么另外这个白的 那么我们就是牛背鹿 牛背鹿 前面是一只小型的牛背鹿 牛背鹿牛背鹿是因为它喜欢在牛背上面 一个它主要是经常放弃在耕田里面的 喜欢在耕田里 停歇在牛背上面 因为牛背上面有很多种类 因为在耕地的过程中会泵出很多 对吧 很多的食物出来 也是很智慧的生物 对 那我们就这里 就隐身过去 然后呢 我们这里就集中了上海地区 公布的 上海地区 从现在的记录呢 一共是 400亿种 对吧 那么我们这里找出的呢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 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 这里都是上海常见的 对 我看到了我们这个小区里面 非常容易见到的这个猪井斑鸠 对 猪井斑鸠 我们小区里它完全不怕人 对呀 走近了很很很 离它很近了 它也很喜欢在你面前活跃 对了 猪井斑鸠 另外一种斑鸠呢 叫山斑鸠 他们的形态上很相似 形态上 它只不过在这个 这个 就是颈部这个地方呢 似乎一样的 对 对吧 猪井斑鸠是黑底 然后白色是一颗 一颗香醇 然后颜色是一颗 一颗珍珠 那么 山斑鸠呢 是一颗的斑块 哦 山斑鸠是斑块 颈部的一颗斑块 那么它们是不同类型的 这个后牛 不同类型的 一个呢 是我们所生的流氧 那么这个山斑鸠 在我们上海底下呢 是多分 也就是在冬季 能看到 能看到山斑鸠 对 过来冬季 过去一年 是流氧 嗯 嗯 山斑鸠 这个只有越冬的时候 来到上海 对的 每年的新月底 到第二年的 三月份左右 就离开了 我看这支是采集 共青森林公园 对的 以及那个 九零年的少爷 这是上海的 我看 对 我这里又看到了 这个戴圣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鸟肥 尤其是它的这个 头顶上的这个顶罐 但是呢 它这个罐呢 就是说 它在显示自己的时候 它这个罐 炫耀自己 炫耀自己 包括就是 这个在上海底下呢 就是说 始终呢 所以相对 比较常见的 对 我们在福南大和校园 也能看到 现在其实更多 更容易激进它 它也不太怕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个就是 在上海的 各个内地也好 包括一些校园的 环境里面 都能看到 包括我们福南大和校园 是的是的是 我也遇到过它好几次 对 好 下面我们就讲一下 下面我们所看到的 白金鸭和那个寒鸭 白金鸭 这个呢 在上海地区呢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是非常左 也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现在 但是其实后面的几十年当中呢 就很少要出现 甚至到现在呢 其实也很难遇到的 所以这是城市化 经济物费的 物种的一些影响 那么这个 所说的这些物种呢 其他上述种类呢 在上海地区呢 还都能见到 白金鸭也见过 对 白金鸭是一种很娇小 非常常见的 非常常见的 我们这里 这一只就是彩色复旦校园 彩色复旦校园 对 两千年 现在我们在复旦校园里 都能看到 也能看到 对对对 是的 我听说它的这个名字 就是按照它的声音来命名的 是吗 对啊 它也有点相似的 因为鸟类的定名 一个是根据鸟的 本身的这个形状特征 包括颜色羽毛 包括它的叫声 都会有来命名的尝尝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讲的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种 鲜巴色冬 鲜巴色冬呢 是非常漂亮 它顾名是以巴色冬 它就是身上有八种颜色 体现的巴色 它是一个贯虫鸟类 在贯虫鸟 它的尾部很特别 它的尾很短 对吧 非常短 因为它在贯虫里 不能用大尾 它超尾 这个就是说 便于在贯虫里生活的种类 你看在贯虫里生活的 相对的鸟呢 尾巴都是比较短的 比较短的 那我看这只也是在上海地区 这只在上海地区的 对 我听说您今年还收获了一只 千八色冬 对的 今年的六月份 那么其他有一个朋友 过去 几岁的朋友 它捡到了一个 哦 捡了一只自然死亡的鸟 自然死亡的鸟 那么它送到我们这里制作的鸟 也是一只想办法 也是一只想办法 那么这个呢 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在上海地区呢 还是较为常见 那么之后呢 到九十年代以后呢 一直到 一五年以前 几乎就很难看到 但是这两年呢 又慢慢慢慢多了 通过了很多官僚者的观察机构 之间都发现 它有多钱 在很多的环境当中都有 那所以一方面是调查的 也更深入 更广泛了 对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根据现在的机构 实际上全世界 在我们中国的生存数量并不得 并不得 在我们上海地区也是有功夫 也就是比较有出色 嗯 是的 我记住它了 鲜巴色冬 好的 好 那么这边就是我们 我们看到很常见的喜鹊 很常见的喜鹊 那么包括这里 我们看到了灰喜鹊 这个在复旦大学 江湾小区非常常见 这个灰喜鹊呢 它还是有点经历的 在江湾的小区的灰喜鹊呢 实际上在江湾小区 就我知道 江湾小区过去也是没有 哦 那他们是怎么来的 这个种群 这个种群呢 当时呢 在上海的西部 红墙这里呢 主要是上海东北 养殖 兴养以后 野外放生 野外放生以后呢 就直接呢 这个种群就壮大起来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然后呢 过多了以后呢 就建议呢 上海之类法就建议 放到东部 也就是放到贡庆森林公园 哦 那么贡庆森林公园 这部 虽然开始多了以后呢 那么就延伸到 加完小区了 加完小区因为 联工地震灵不离 嗯 但是现在就目前讲起来 很有意思的话 我们湖南校园 还没可能 本部 哦 对 本部校园里面 是的 是的 江湖校园从我们生命根源搬过去 之前就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对吧 到现在已经有七八年时间 所以他们对这个棲息地的选择 是很讲究的 对 对 很讲究 在我们校园里就没看见过 所以他是不是 因为江湖那边还属于湿地的 这个情况 他这个政策呢 很有意思的 就在上海整体的话 他还不是丰富 非常 区域会 非常广 嗯 那么现在在普通的 市集公园 也有 对的 但是有些地方都没有看到 对 大家以后如果去普通市集公园 可以留意一下 市集公园 你去看到 对 这个灰稀雀 灰稀雀也是东亚特有的鸟类 对的 它主要灰稀雀呢 它主要是过去 按过去的定义 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外 长江以外 这么地区的 那么随着后面的演化呢 过来 长江以外 这个地方 也会 好 那我们这里过去 我们看到 对 接下来的这个展馆 就是按照这个 分类学的角度 进行系统的展示 对的 然后呢 另外两件呢 就是以分类系统的展示 对 我们看到 现在大家可以一起看到的 对 就是鸵鸟了 好 鸵形木的 嗯 鸵形木的种类 它是主要不是说飞行的 那么这里有 世界上最大的 鸵鸟 非洲鸵 对不对 对 那么 应该鸵鸟呢 我们这里呢 这个种类还是比较 少了一个鸵鸵鸟 啊 鸵形木的 少了一个鸵鸵鸟 对吧 我听说这个 我们说这个比较原始的 这个鸟类的话 它们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这个 平胸祖物 对的 这个平胸的概念 指的是 平胸祖物 它就是说 它 是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不产生里面的 真空的空气 对的 对的 那其实同时还有的 就是这个 我们熟悉的像这个 羽毛的这个形态 对的 对的 是对它 很蓬松 很蓬松 对的 它没有密切的 那个很紧密的 所以对飞翔也是 非常有影响 对的 对的 那老师我看到您在这里 还放了一只 对比的这个蜂鸟 这个对比呢 就是从 整个鸟对的 这个 这个一个 大小来区分 因为应该在我们 世界上最大的鸟 最小的鸟 一个的鸟 对对对 我们这个没有 就一只蜂鸟 就一只 是吧 蜂鸟也是一个大的 蜂鸟是有很多 非常多 全世界非常多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展厅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展厅呢 就是 就是这个 整个按照 风味系统的 那么我们从这里开始 就开始风味了 鸟类的体源 从这里开始 就是全鸟幕 当然这个上面的 这个企鹅幕呢 企鹅幕呢 主要是国外的 那么我们因为有这个条件呢 所以在动物园 就是说 有四样的条件 我们做了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 那么主要是东部的一个南极 大多数是南极 也有非洲的 那么 那么千鸟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呢 也有两种两个物质 是不是 一个红口 又是黑红 是不是 另外呢 这个千鸟 在我们上海地区呢 现在也都有 这两个都有 都有 都有 但是在上海地区 都是东部 也就是在东京能见到 那么我们这里 也剩下来 那我们到了这个提醒目 提醒目的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以后知道 它是属于 全鸟 也就是四字连鸟 非常善于 那么包括世界道 就是说提醒目的 包括我们熟知的 就是这个 也就是当 当时有很多 就是周围 就是渔民啊 就是小哥中的渔民 周围就是独咬的 对 会把他们围在上山路 对的 也就是说成渔民 对 我现在看到一些 那种实地公园里面 会放一些如此 对 一些野生的 如此呢 现在在这个 我们上海的公园 数量不是那么大 但是比较理想 比较大 对吧 是非常多 这个醍醐也是 醍醐呢 对 小鬼的 那个更厉害了 你看它这么大的 欧拉 欧拉 这么大的 它这个不但吃 它能处成 很大的 很大的鱼 你看这个醍醐的话 我见过的话 能够处成一条 半斤的鱼 它的荷拉 要小得多了 你看这个醍醐多大 对 那么我们这个醍醐 这个醍醐 这个醍醐就是所谓 提醒木的 提醒木的整位 那么这里呢 也很有意思的 就是这是破性木 破性木整理呢 实际上我们也很有意思的 实际上我们也叫做 管壁木 一个叫做管壁木 管壁木 为什么呢 你看它的那个鼻孔 像两个管壁木 也就是海燕这种 像管壮样 对吧 这个是为了适应它 这个水深的气流 对 是吧 就是它不断 它是不太停下来的 空中的鱼 在飞行的过程中 包括你看海燕的 对 长距离的 长距离 所以这个混行木 也是比较有特点 好的 好 我看到这边树窗里面 就是非常漂亮的 物科的 对 各类的这个 这一个大堆呢 在我们这个国内呢 也是非常豐富 物种是非常豐富的 那么这些物种呢 在上海 希望它都能见到 都能见到 因为在上海都能 那么这里有一些要 就是很 比较正细的人要 所以 这里我们看到的两只猪环 猪环 猪环 可能人家反正都知道 它是 所谓一个国人 一级保护 是并为保护 是不是 在80年代的时候 都已经销售的差不多了 仅有了几十 到现在一直翻译 弄下来 那么 现在已经有几千十 对 我们说明它的 我们的制度标本 是采集于1953年 1953年 历史是非常早的 对 历史非常早的 这个呢 在历史记录当中呢 在浙江是有丰富的 啊 浙江是有丰富的 那当时呢 我们因为 这个科考的这个条件 真的是到 我父亲到浙江 嗯 丁凯呢 就是这个销售呢 实际上呢 就是在丁凯市这个边上 它那个当时 在这个树上就看见了 哦 看见几遍 那么当时呢 就是看到了一个呢 当时就承移一下 因为生活资源呢 当时去吧 看到这个路种 然后就承积一下 哦 一直保证到这种 对 现在他们有非常重要的 这个遗传学研究的价值了 对 因为后来 后来有很多印象 也遇到我们这个程序 它的一些 一些这个新 是吧 用它的羽毛来 用它的羽毛 或者它的 一个肉质 对 就是那个 脚上面的肉质 脚质层 脚质层 嗯 进一间 嗯 对 因为我知道后来的 这个珠环保护的时候 其实是在这个陕西那边 对 最后的几只 最后的几只 清交系繁殖出来的 现在已经繁殖了 已经很 还是很不错的 对 而且野外放生 所以它是很成功的 所以这个状态呢 实际上在这个历史上 在浙江发现了 其实没多少 嗯 对 结果后来就没有再看见 嗯 至今也没发现 对 是的 是的 但是好像 所以历史是不能重写的 两个历史不能重写的 所以这个 这两个标准呢 正常的话 正常到现在 已经是70年了 将近70年 对对对 到了 想拖鞋给他做这个情况 这里呢就是做了各种的 比如说治磊 治科磊 对吧 治磊的 包括我们国家一届保护的 这个绿红圈 对绿红圈 那么这个二届保护的 这个白富景期 白富景期 那么还有一届保护的 在过去那个树上战斗 我们待会绕过去看一下 红富景期 红富景期 是吧 二届保护的 红富景期 好像据说是凤凰的元气 凤凰元气 非常漂亮 那么然后呢 就是黄富角质 黄富角质 黄富角质 我知道是郑作金老师 最早开始做研究的 这个不是郑光明老师 郑光明老师 对 郑光明老师研究的 就是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士 对对对 然后从此也就开始 中国研究了 对的 那么上面 还有一个典型的 就是一些保护的 北京藏尾字 嗯 北京藏尾字 中间还有一支 那边还有一个 头上有白冠的 倒过去 倒过去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一次看到的 这一次那个字 就白冠长维字 这个维语特别长 那么这个是在 我们国的县城当中字的 维语最长的一种 嗯 一种 这个维语用来做 那个金剧里面的 这个 对 就是做戏曲里面 人家演戏的 装饰品 装饰品 很多那个戏曲里面 其实看到的 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 也包括现场看到的 很多都用它的 维语作为装饰的 幻语 然后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从 这个颈部的羽毛的颜色 来区分这两种 颈部是蓝色的 是这个蓝孔雀 它头部的这个领域呢 是有点像扇形的 然后呢 左边这个颈部羽毛呢 偏绿色的呢 就是绿孔雀了 然后它的头部呢 是这个树状的 它是这样子的 因为绿孔雀呢 它这个从色上面呢 就是说 这些一个 绿色就是肯定的 它和蓝孔雀 是一个对相似的 但是呢 就是说从 它就叫做在绿孔雀 在我们县城的 当今 还没有 没有能够事 不能能够事 蓝孔雀呢 实际上是过去 是印度孔雀 也变过了 对的 不是中国的 是中国的 它是蓝孔雀 那么这个绿孔雀的 这个差异呢 它个体相对 要比印度孔雀要小 但是我知道绿孔雀 其实现在中国境内的 这个数量 也是非常大优优的 非常大优优的 好像只分布在 这个云南的 这个热干河谷的地区 对的 而且它在保护的 这个情况 因为水电站的 这个项目 对它们的 这个升级 也造成了很大的 这个破坏 好像前些年 还有一些动物保护组织 去向国家申请 能不能为了 保护它们的 申请去 重新调整 这些水电站的项目 对 所以现在是 全社会的力量 都在关注我们的 这些非常重要的 这些动物物种 对 这个热干河谷 现在的数量 是非常实在 因为八月天的 升级还是比较更严重的 对对对对 我还注意到一个 小的细节 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面前 这一支 对吧 是白仙 对 我们看到 其实给大家观众 和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所有的 智科的物种 它的雄性的 这个鸟类中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在这个 后纸的上方 有一个突出的锯 对 对 叫锯 这个锯 这个锯是用来 因为你爬土的时候 它的勾 可以 可以 它这个地点 它这个地点 特别一样 在地上爬 可以勾 实的时候 那是不是也会 在性选择的时候 因为雄性有 也会在性选择的时候 发挥作用 对的 会发挥作用 好 所以那观众 以后去 这个动物园 不妨可以看看 这些能开屏的 那这些孔雀 它们有没有锯呢 对 其实很清楚 也很紧熟 镜头可能不一定拍得到 对 好 上方是一只红圆巾 对 这个红圆巾 就是我们讲的 现在的家机的主线 你看它的个机 相对于家机 现在的家机 当然也有小的 但是大多数的家机 要个机 对吧 个机小 要健康 记住说 对 它的特点 就是说 实际上 也应该在野外 也能够看得通 它这个腰部 腰部 现在我们看不到 腰部那个在维宇 靠近腰部的地方 它有关在帮忙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看得到 这里有一只 我们就看得到了 好 在里面 对 在里面 对 对 对 在里面看不到 那么另外一个呢 在那个机关的那个 靠近颈部的地方 也有一块 对 对 对 这个时候就是原基的 原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 重要的 对 我也看看 我都可以看 那么这个是 这两只呢 是能够训养的 信仰的 这已经是 已经是能够训养的 过了之后 再能够训养的 对 能够训养的 这两只 以前达尔文 他在那个书籍里面 曾经认为 中国的家鸡 是印度的这个 这个原基 修化之后 传入中国的 但后来就是 郑老师他们的一系列研究 就会发现 中国的家鸡 其实是中国的 原基 中国的原基 自己修化 对的 所以这个也对我们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历史 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 一个 这个就是 前面就是一个 然后现在 在海南 过去 2003年的时候 我们就获取了 这个是人工信仰的 它跟那个 原生 原的 野生的 还是不容易 有差异 你看 它在人工信仰 有个雄性 就非常大 对 是的 这个好像 就更亲近 我们家里 自己样的 所以 这个 能够说明 它 演变过来 是对的 然后 看 这边的 深镜 橱窗里面 非常有特色的 一类 是猛青 对 这边 我们这个 深镜里面 就是 整个猛青 猛青 现在这里有雕 有旧 是不是呢 有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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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呢 就是猛青 分两三大 它现在 我们把猛青 就是说 阴和 阴型木 一个叫 硝型木 一个硝型木 一个硝型木 硝型木里 含过了 两个科 一个是 什么科 一个阴科 一个硝型科 现在的分类系统里面 分开了 分开了 因为现在有一些 分子的 深木学的研究 介入进来 介入进来 就分开了 对 就发现 孛青木的 传统的分类 对 传统是从形态学为主 对 但现在我们会更加入一些 遗传分析的这种 这种手段 会发现还有一丝现象 之前也是听 两类学老师说 其实笋型木和 这个硬型木 我们上下可以看一下 它们在这个 实性和形态上很像 对的 但是 笋型木的 其实跟它全关系比较近的 是英雾 是英雄的英雾 对 所以我们说 这其实是一种 趋同演化的结果 对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是 形态学上的 比较 那么这个传统的 比较 那么现在生物 生物学 就是遗传学 又给了一些补充 给了一些补充 是的 也具合性代学的 对 这是对的 社会的历史在发展 对 科学技术 那么这里面 展示的主要是 我们讲的还是 一个两大墓的 嗯 一个省西墓 一个 孝星墓 嗯 对吧 孝星墓呢 主要大家都知道 有面盘的 面盘的 有没有面盘的 嗯 从这里长出来的 那么有几只 那么我们先来看 像这边有两只 黄角鱼销 这两只销呢 就是在我们国内 相对讲 是最大的 就是吊销了 哦 最大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 黄角鱼销 主要是 那么这是其次的 嗯 其次的 那么这个在 上海地区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两只呢 就是说 这只呢 可以说是基本上 没有风波的 哦 这一只呢 原来有季度 也有风波 哦 最近就是 也有 在上海的松江 哦 松江地区 哦 也有风波 就很意外 很意外 很意外 很少 嗯 那么上面这两只呢 就是非常常见的 哦 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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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都非常常见 那么这两只呢 在上海地区呢 那一只 上面那只擦一下 就整个冬季 只要动个人 哦 这只下面这只呢 就是乘虚前夕的 这个驴驴 这是非常典型的 哦 所以虽然形态上这么相似 但其实他们实际上 那么他那个很有意思的呢 就是说 这两只蕭呢 他所在的 这个 这个 场景 环境啊 是 不太一样的 一只呢 是在高大的树上 那么还有一只呢 喜欢在冠村 哦 啊 当然一样 其实我当然一样 常常在我们走的世界 人走的一个跨境 之间当中 不容易见到他 反之 常常销呢 很容易见到 对啊 有他在这里 他经常在那里逛多多了 哈哈哈哈 常常销很难看 哦 他躲在冠村里面 冠村里 他幻想站在那路边 那种相似于他那个头部 头上那个颜色 差不多那个木头 哦 木头 哦 看起来像一个木格大样 哦 实际上是他 然后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找的时候 然后不被列入花线 对 在窑外观察的时候 你不要看似那一只一块 像木桩一样 实际上弄不着 哈哈哈哈 哇 这个还是一个 这个 这个伪装 伪装的非常 非常 非常 嗯 嗯 其实他跪于千秋的 嗯 这只应该是一个高山雾鸠 是吧 对 哈拉雾鸠 这个大型的 它应该是在青藏高原上 是不是有分布 对 飞行距离很高 飞行距离 嗯 嗯 吃腐蚀了什么的 嗯 吃腐蚀的话 旁边还有一只更厉害的 土鸠 土鸠 对 土鸠应该也是 土鸠是不是也是 能飞翔的里面 提高最大的鸟类 应该是最大的 嗯 至少台湾前几的 在我们中国时候 它是最大的 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 嗯 尽管是这个本身形象 这个比较的这个 还糟糕哈 但它其实也是 对生态系统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对 它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 这个复制的这个肉体的 肉质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循环在利用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清道夫的角色 生态系统的 它代言清道夫 吃腐蚀 首先呗 从大学院外讲的 可能有腐蚀它最方便 没有腐蚀的话 我想它也换行是 新鲜蚀的 新鲜蚀的 新鲜蚀 来 然后我们这个 上到这个镜头 我们就 站到这个地 这里非常有特色的 这里面 这个是我们上海地区 相对比较特色的一个 情统 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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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海有纪录的很远 大概 全中国一共是 六十几种 六十三种 上海地区就爆发了 将近五十五十 五十五十 那么它主要在我们上海的 这个类型 主要是鱼鸣 鱼鱼有后 鱼鱼鱼 就是个体比较大的 像中等形状的就是中少医院班维成玉这一类的 中型的班维成玉 那么这里面还可以意识的 这个很有类当中呢 它的清晰路线相对都是有的距离非常有 你比如说我们这次讲到的 这边有一个大冰玉在这个上面 大冰玉在这里 大冰玉跑哪里去了 在这里 在这里 看到了 在这里 大冰玉 躲在这里 对 大冰玉呢 它说像它飞行的路线是非常长的 而且我们每年在那个障害的保护区业 从那做这个防治工作当中呢 都发现就是它的数量 做防治的是最多 另外它飞行的路线很长 它能够从澳大利亚 回到了西布里 它是非常 距离是非常长的 而且它飞行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非常惊人的 最快的速度 六到七天 从澳大利亚就飞到了中国上 也就是说 很多行业类在天气当中 它是周夜接行的 周夜接行 它不停的 工作当中调查的我们都见到 晚上这个朋友都在飞 北汉市您刚刚提到的环治 所以环治是 环治呢 就是周围一个就是说 两地这个包括它的鸟类的行踪 这个一个 比方我们中国在这个春季 进行环治的时候 对吧 它飞到了北方环治 然后北方反正好回到南方 更像南车向到二到六起 这个时候呢 看看我们这个行踪 它最远的 可能到达什么地方 也就是行踪 就像来记录 两个清新的路线 清新的路线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一个手段 对吧 女佛子的话 她怎么那么现在更高 有无线设计 对可以定位 对可以定位 无线设计定位 那个也要放财机器 那个代价格 对但是也要放财机器 高得多了 对吧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研究 我们现在对这两位清新 有更多的认识 然后也就能够加强一些 更加了解它 更加清楚了 就是清楚它的这个窃息路线 和它窃息的距离 好的 好 那我们再到 那么我们这里过来 各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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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各性目 刚才那边班级都讲了 那么这里的各性目呢 跟那边可能不一样 有些这个火班级 热约这些 包括这个 这个都会班级 那么这个呢 我们这个在上海地区呢 那除了里面也有中级班级 对对对 其他的呢 都没有上海都没有放货 没有放货 那么我们现在很意思的 就是这个严格 严格 严格 严格其实 这个主要放货 在西北的 西北的比较多 西北地区是吗 但是它和加哥的区分 和加哥很关系 好 那我们最后到 这个荷冠雷的 这个深境展区 差不多是这样 荷冠雷展区 那我们最后到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鸟类馆的这样的一个参观 接下来我们要唐老师带我们去这个不禄馆再看一看 我们这个不禄馆里面有哪些珍贵的这个标本吧 好吧 我们过来 不禄类也是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另外一大特色 我们一共有214种这个标本吧 然后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的标本 对 那么鲁鲁类呢 我们一共放了两间 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像蓝这一间呢 相对小一点的这一间呢 我们在这个景观点呢 就放置了虎和诗 虎和诗 虎和诗 那么虎呢 是不一样 但是虎呢 它总是 这不过就是东征的一个亚种 东北虎和华南 东北虎和华南 华南虎现在野外已经没有 对 华南虎现在在南北 所以这一只也是非常珍贵的 这些呢都是来自动物园的 自然死亡的 自然死亡的 那么我们这里呢 也是按照系统分类的 来的 你比方想从这里开始 那么从一手墨到四重墨 那么实际上 按照分类系统的话呢 四重墨是在最前面 对吧 然后是一手墨 一手墨以后呢 到 相对比较原始的部 相对 那现在新冠疫情的原因 这个蝙蝠也被大家 被大家认为是一个观众了 我们博物馆也有很多的 这个蝙蝠类型 蝙蝠的这个一手墨 其实也是哺乳类里面 非常繁盛的一只 其中种数量也是很多的 对吗 对的 在我们中国呢 现今包装的呢 将近一百种 左右 那么在我们这里 转出的呢 这里也有将近二十种 我们转出的 转出的一个二十种 那么这些蝙蝠呢 就是有性的生化师 在八十年代 我们一个老先生 黄文吉先生呢 他介绍了一个课题 叫中国回生定位的研究 那么回生定位的研究呢 也就是利用蝙蝠 和回动模型 那么当时呢 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 中国的这个 艺术木的这一个情况 还不是太清楚 那么也就是在那个阶段 我们进行了对不同 艺术木的采集 那么通过大概将近五年的时间 复旦呢 接从了将近 有四十来种这个蝙蝠 在我们这里转出的 这个蝙蝠呢 在我们整个华东地区 主要以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为主的 对吧 有不同大小的 那么蝙蝠呢 实际上这个大多数 是在岩洞里 这个卡斯特地貌的 采集的过程 采集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它这个岩洞呢 要进入这个岩洞 然后岩洞去采集 那么岩洞呢 要去找了 这些人要找 因为我们国家呢 卡斯特地区呢 这个岩洞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那么也有这个家庭 住房边上 这个居住的房屋边上的蝙蝠 在我们上海地区呢 就曾经记录有三种 上海地区有三种 那么其中呢 我们这里转出的三种的话 在上海地区的话呢 那么这个是一种 东亚富裔是一种 东亚富裔 东亚富裔是一种 那么我们看看 其他的两种呢 我们这里就没有摆出来 东北摆出来 东北摆出来 那么其他两种呢 一个叫大山湖 还有一个叫龙山湖 龙 龙毛的龙 龙山湖 那么各地呢 都比它要大 那上海地区 它有没有这种 岩洞的这种构造 它这个几种岩洞 不管在其他区域 它也是在 这个城市寄住的 所以像城市里面 它可以在这个 民房当中寄住的 只要有那个空隙的 它都能找进去 它是生活在和龙 属住相对比较近的 对吧 这里的蝙蝠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上面一个 能拍到大祝福 大祝福 大祝福呢 这个很有意思 其他蝙蝠呢 以昆虫为主的 它吃 它还是会吃鱼 因为它经常是喜欢 在那个山区的提高边缘活动 因为山洞的大祝福 在那个山区里面 所以它会吃些小心鱼 所以它会吃些小心鱼 因为这个在巴士的 这个00年左右 他们研究的时候发现 就是北京 中国科学院 也就发现 它吃鱼 实际上这个时候 我在演完呢 我也发现它在极固率 走过 但是我不知道 没有对它 进行射性分析 后来知道了 在东方跟他们交流 知道它是吃鱼 OK 所以其实伯父的实性 也是非常广泛 对啊 你像这里想的 果腹和全腹 都是吃水果 大部分是果实的 平常是 它是停留在 这个树枝 一个大树上的枯枝 枯叶里面 它背着一般隐藏的 这个主要在华南地区的 华南地区 很难找到它 我见过 很难找到 要知道这个地方有 非常隐蔽的 它没有隐蔽的话 这些就是领长类的 领长类 在中国 搜的领长类 都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 领长类全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 那么也有一些国外的物种 就是在 有一些国外的物种 这些动物园的一些标本 对 来自国外的标本 那么这些都是领长类的 对 所以因为是国家保护 所以我们说不管是这种 耍红蚂衣还是饲养 都是违法的 那么另外一个 刚才大家我们在讲的 这一条叫蝙蝠 蝙蝠 还有一个底下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局限 没把它展示出来 这一只呢 是叫蝴蝠 四川采集的 四川采集 也就是在蝙蝠当中 世界蝙蝠当中 它也是个体最大 在全世界的 它是全蝴蝠里面的 全蝴蝠里最大 那么因为这一段 我们没把它展出来 就是什么都把它展出来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馆藏 是藏在底下的橱柜里的 全蝴蝠的全颗动物 对不对 胡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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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狼呢 我们这里面就一直到地方看 对吧 那么这里面呢 比较杂了 这个又颗动物 对吧 加上猫颗动物 萌 吃毒蛇的萌 吃毒蛇 能够吃蛇的萌 叫红加萌 吃蟹萌 对吧 它都是生过山区里面的 又呢 我们这个上面呢 就是上海常见的 我们就叫黄幼了 就是黄苏 这个青幼呢 主要是生活在山区的 在山区的 所以在上海地区是没有分布的 城市里面还是黄幼的 对 江湖小区也能经常见到黄幼 对 那么这里有种猫颗动物 包括兔森 兔森在猫颗动物也是很有意思的 是吧 它也是高原 高原方面的一种 叫猫颗动物 那么这里要讲到这个 然后呢这个有个里面包括猪花 对吧 对吧 那个你看 嗯 讲那个花面里面也就是果子梨了 果子梨了 果子梨啊 也有中计 也有中计 那么我们这里还有一支 小一大时间在我们网上 吵了黄幻叶的鹤 一些是喝的鹤 一些是喝的鹤 一些是喝的鹤在我们上海城市里 非常多 只像在我们富丹校园 也有人看到了 所以它是不是也是雜实性的 对 而且它比较色和了各种神经 嗯 对 比较色和各种神经 它以前也比较温省的 一般不太会 嗯 这边过来就是到这个 讲的 有戴木的袋鼠 有戴木的袋鼠呢 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也是动物园 嗯 动物园接证的各体 各体 对 他们也是孤独动物中间 比较原始的种 比较原始的种 然后野猪 什么的野猪 好 这边有两只这个传山甲 传山甲 传山甲 也列入病危的 对 所以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常常讲的因为人物的补伤 太厉害了 对 主要就是因为说是宣传说 它的这个鳞片有药用的价值 对 对吧 而且它最大的用药价值是在哪里呢 实际上很有意思的 嗯 它是有脆弩的 因为它弄得脆弩的一种作用 哦 复餐是吗 对 因为脆弩的作用 到法官都会把它复作出 那真的是一小时吧 脆弩作用的东西太多了 对啊 但是因为脆弩 但是你生生的把中国串 你生生的把这个串 对 实际上它的肉 并不一定好吃 对 它这么一个壳 主要是壳 就做成一个药 这是人类饭的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臭 对对对 好的 这里呢就是镊齿木的 对吧 镊齿木的 镊齿木的有各种 双属和无数 双属和无数 那么它这个氛围 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这个 终身生长这个萌芽啊 非常的可爱 对 但这个萌芽如果不磨东西的话 这个萌芽就包不住了 对的 所以要终身的去磨 就是镊齿木当中呢 它就是 它是不存在全属的 嗯 这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镊齿木 所谓的萌芽 它是起的主要的作用 那么镊齿木有很多种类的 对吧 一个松鼠科 物鼠科 对不对 好多种类的 对 那么这一段我们没转出 就是我们常见的 城市的物种 老鼠 老鼠 哈哈哈 好的 好的 嗯 好 无数也是可以飞翔的 滑翔 对 这个叫不能叫飞翔 叫滑翔 对吧 好 那些呢 林阳这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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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冥和这些 这个 这些呢 大部分都是来自东原的 都是来自东原的 嗯 都是来自东原的 以下这些班冥的话 它来自的 苏联的 哦 这个是外来种 外来种 它因为中国东北有 中国东北有 中国东北有 那么这一家呢 我们南方典型的 中间这一家 列宁 列宁 也叫苏蒙林 对不对 列宁 我们这里有两次 这个是草原上的 对吧 这个山地棚地 草原荒木地区的 这个俄口林啊 林阳 这个普世园林 这个普世园林好像是 中国特有的种 对 在内蒙古 内蒙古林下 对对对 但是现在好像普世园林的 这个种群数量 也非常的堪忧 非常有 这个保护的也非常 这个普世园林 当时呢 因为这个呢 菩萨他太厉害了 也是菩萨他非常厉害 大家没有这个意识的 然后很快的这个种群 这个数量就一下子就中间 对呀 这个呢 这个呢 目标大 在这种草原上面 荒木里面 永远给他看见 对对对对 所以呢 给内蒙的很厉害 现在的数量也很少 嗯 然后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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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這個標本在整個製作過程當中,皮膽要趕 所以一把上架的時候,必須在一天遇到兩天,而且這一陣子不能放於夏天 當時的標誌,現在的標誌可以的,有空調的 當時的那家間,難以空調的,真的放在相對冷的時侯 然後還有一些非常快的速度,也沒有一些,你這個就完了,根本知道 你看這個骷髏的話,光一張皮的話,可能像我們家這一個人就拿不動 那這是一支雙風橢的,雙風橢是中亞的 1974年,大海東亞是中亞時的 是公動員和絕鎮的 大時是無常絕鎮 我們這裡兩隻大型動物,都是無常絕鎮的 我們先來看看中央的展鏡 對,我們中央的展鏡呢,提升了我們 我們國家的,基本上我們國家和國外的 就是新興之類的臨場墓 臨場墓的大多數類人 大多數類型都在這裡面 我們這個包括金色豪、草皮園都有的 金色豪是三號和四號 金色豪和四號 對 那麼這裡面15號呢 是豐富在雲南的 叫白甲草皮園 白甲草皮園 對,它臉頰 那麼我們這個生意號呢,叫核子園 我們就是國外的,印度尼西蘭的 它的這個腳趾有合併的領域 對,它在第二第三趾是有合併的領域 進行科考的,1950年代科考的時候 1957年在海南 以前加底的時候 對,武器加底的,在海南的霸王 我們知道今天這個海南長壁園 之前翻閱了這個資料 也發現是中國境內現在最冰威的領長類的物種 因為它只在海南地區的這樣一個分別 這只有耳朵的霸王 現在已經有二十幾隻 對,二十幾隻 所以這一支標本是不是有很多學者專門來看過 對,而且還採取得同樣 採取同樣的 對,進行DNM的一串混血 在這個已經有好多月下來了 所以這個標本也是新差的 對,這也記錄下來了非常漂亮 1957年到現在也有半個多世界 對,是的 然後前面一號是這個紅毛猩猩 對,這個是亞洲分布的類人員 唯一的亞洲分布的一種 那麼黑猩猩是非洲的 人類親眼關係最近的 那現在的話更近的可能是渦黑猩猩 對,我們這裡沒有 對,因為這個種本身發現也比較穩 對,分成渦黑猩猩 還有大猩猩 對,一共是四個類人員 對 所以類人員是跟人類親眼關係最近的物種 就這個 所以在演化的過程中 也是跟人類分到揚標最晚 所以他們也對人類的流傳研究 有兩種的作用 對,我們這裡也分成分為了兩種 嗯,兩種 有一個 這才是小的可以 好,這個生機裡面非常珍貴的兩隻大猩猩 對,這隻大猩猩 對,這隻大猩猩我們這裡 也就是說從製成標本以後也就是這兩隻 都是五十年代末 五十年代末 至成 那麼現在 距今已經也差不多六十年了吧 嗯 對 也差不多六十年了 所以呢 現在 現在 對於這次 這個 這個院裡面 大力的支持 各個老師的努力 然後這裡 重新給他轉現出來 對 這邊還有一隻出生後 幾一隻自然師王 對 所以大猩猩小的時候 個體是非常小 對 所以他整個的養過程 對 他們那個人工養的這個過程 這個養員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他還是比較低等 嗯 相對高等的話 他也要高級一點 嗯 後面是 這一個黑熊 然後我們這裡熊 我們中國 一共是三種了 只有三 那麼我們這裡三種也都全了 那麼這隻小的 是小的的黑熊 這隻是馬來熊 馬來熊的個體最小 馬來熊是所有的熊中間個體最小 對 三種熊的一個個體小 另外還有一隻中熊在儲創裡 對 對 熊的那些物種 我們這裡已經 相對比較 強了 已經全了 那麼這裡呢 相對就是 偶提目的一些路 偶提目的路啊 色啊 張機 張機 我們這裡有個摩克中的 金貌啊 報啊 援抱啊 這些 色裡 這些 這些都是張 都在偶提目裡面 對吧 好 好 那麼再來就是梅花露 蛤 梅花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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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些牙蟲 這隻梅花露 非常漂亮 對 這隻梅花露 對 這隻梅花露 這是2016年的一個樣子 這個是 這隻購買的 非常漂亮 這隻購買的 新的漂亮 對對對 那這是陶老師民 這個博物館建 搬過來之後 才完成製作的 是吧 這個是 他們製作好的 哦 這隻好的 我們原來有一次壞的 哦 壞的 那麽就 因為這個是長漸的物種 長漸的物種 長漸的物種 那麽就 所以這隻 這隻還是 這是很好修信的 然後這是一個人工飼養的 所以 對 人工飼養的 我們這個上面 他這個人工飼養不當然 這個上面都有那個的 調性碼 哦 它是通過國家領域總結 獲批的 獲批的 獲批的物種 儘管的物種 割下的那個牆上面 對對對 有一個牌子的 嗯 這寫好的一個牌子寫好的 有獲批的 這裡是那個加州像 長壁木 對 所以這個 呃 也算保存下來 哦 所以這隻標本之前也 也很艱辛 也非常壞 很非常壞 也提供當時的條件 很艱辛 嗯 對 就這麽現在所看到的 就是這個整個的 剛才所有的鳥隊標本 都集中在我們這一間 嗯 那你當時的情況 就是真的 對 非常擁擠 對對對 對這隻那個 對這隻 補救以後都補上去 好的 補上去 好 那我們最後再看一下 海洋裏的哺乳動物 對 哺乳動物 在演化的過程中間 還有一隻 進入海洋 尋找更開闊的 這樣的一個領地 對 我們這裏面呢 有這個 生物的海洋動物呢 應該講出來 主要是 你想 金也不多的 對 相對 相對 種類似不多的 我們這裏面 你看 這個 首先這個呢 是比較神奇的 五個 五個 但是 現在說兩隻 很少 嗯 這兩隻是在廣西 廣西 對 廣西 對 當時是您父親 這個 這個當中 這個 這段故事也很有趣 這個倒是 因為當時 這個 擱淺以後 就通知了 我們這裏 去看一下 研究到底 當時 我們也在這裏 也是 黃文敬 研究這個 這個 海洋動物 然後呢 他最後要準備寫 海洋動物 無路動物 的動物 所以 我父親去看 看了以後 很好啊 當時兩隻 怎麼能放呢 要拿回來 有製造本 已經過獎了 然後我父親一個人在那裡 他一個人當時 過這兩個時間 沒有一次的時間 活著要土難 當時他想了個辦法 叫他兩個當地的 補鞋子的 做鞋子 休息一下 叫他兩個人 然後請他們來一起放 鞋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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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這樣 原來的 也要到上海 也真實充分發揮 現在保存下來 保存得不錯 1978年 十一月 當時我父親 1978年 他去的 一個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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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通過 國家領域 離開 這些火車 投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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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南京葉子西 60年代 也是防護機建設 他當時 早就從事這個法院 當時他割卸以後 死亡以後 也是從事這個牆 現在 有外面前 這個 據我父親講 第七學生 也是 而且最大部分就是我附近 所以现在我们先说 现在国家制定了长江十年的进行计划 是不是再重现 希望 可能白清屯规定重现 但我希望其他的 还没有走向灭绝道路上的一些其他的物种 北极灯不会重现的话 当然希望北极灯能重现 比如还有江屯 江屯现在其实如果是长江丰盛点的话 江丰肯定是恢复的 因为江丰本身他的要求比他要求低的多 因为他当时在武汉水中所 中科研水上的饮食养的时候我看见过 他在黄色养的时候我看见过 我去过 所以他苛刻的条件要比江丰要高 其实同样是这个涉及到 这个跟人类活动有关的 你像这画面说他又恢复上来了 对他是恢复得很好 他为什么恢复呢 因为当时这个大家的专家建议就是在这个近路 中路海洋的打通 对 打通以后呢让他来回来自由跑 对对对 这样这些话呢 对对对对 因为他会到大树里面的 对的 然后这次珠榜澳大桥建设的时候我听说当时他们的社会 想为他拉路 对对想为他 倒后来没有让路但是改进了这个施工方案 大多數放在岸上,讓海能夠影響 當時我們寫這個文章是大連的水彩研究所完成的 因為它是中國唯一的海城當中進入內河的 它是非常研究的價值 現在已經數量起來了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個長江 當時你把這個通道給同時都完蛋了 是這樣子的 所以動物保護永遠都不會最晚 好,謝謝唐老師在這兩個標本館的講解 唐老師,我們能不能帶大家觀眾去看一看您的這個標本製作的這個房間 然後看看您平時怎麼來 因為我覺得現在我們說標本的這個採集已經不是我們未來標本館的發展重點 而應該是標本的這個維護 和寶藏 我們該如何去這個維護平時這些標本的 我們需要做哪些關鍵性的這個工作 我們來看看您的這個標本製作室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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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進入的是唐老師的工作間 這個檯面上正好有兩個您在做的標本 這一支是 這一支是 這一支 這支兩類的標本是 我給大家看一下 鳳頭麥雞 這是一支雄性的 然後旁邊應該是這個黃釉吧 對的 剛才我們在那個哥哥館裡沒有看到黃釉 太普通了是吧 因為那個 館長那個囚倉實在太小了 我們也放不下 已經放優勤了 那麼我們這個標本館建成呢 它是幾十年代標本去的到現在 從這支整理下來呢 也損壞了一小部分 但是大部分呢是保留下來的 那麼我們以後面臨的呢 實際上我們的物質已經很豐富了 那麼現在呢 要想辦法把這些東西保存下來呢 要基於平時經常的去 精心的維護 精心的維護 不當然就是說 在平時時間要清掃 要清掃 那主要是清掃 因為清掃的部分呢 你比方講 這個我們離不開一個刷子 對吧 還有一個捏紙 這個捏紙呢 主要是我們呢 我們在這個羽毛當中 要看看去 稍微給它捏一下看看 它是否有脫毛的現象 如果說退毛的現象呢 這個書明這個標本 就開始已經快了 對 有衛生物的侵擾了 是吧 你看這張標本的話 是1999年的 1999年 1999年到現在的話 已經是21年 對 那麼1999年的元月16號 已經21年 那麼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捏上去的話 你看 整個標本的話 對 非常牢固 非常牢固 那說明這張標本呢 因為當時呢 也沒轉 轉視在這個標本管裡 那麼這次裡面 我們也沒拿出來 要進行不斷的一個清理 收理 那麼然後呢 要進行在這個標本處理 不斷的要噴灑 殺蟲藥水 嗯嗯嗯 要防蟲 對 從過去呢 我們一些手段呢 過去用一些劇毒的那些藥水呢 我們現在也沒有了 現在也不可能採用那些的 而且本身其實對人體 對人體是有害的 對我們管理人體 進去也是有害的 對 對對對 那麼現在呢 主要是採用於 平時的這種殺蟲劑 嗯 殺蟲劑 那麼渣碼也需要 對對對 那麼我們現在的條件 比國際好多了 主要還有一個 是什麼 願意 還要有 有恆溫條件 恆溫 對啊 恆溫條件是 對標本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非常有利的 對吧 如果實在不行的話呢 就是標本定期呢 可能看一下一些毛病 有的 我們 我們要進入冰箱裡面 去冷藏 冷凍 讓它 就是 把蟲呢 能夠 靠低溫的方式 靠低溫的方式 靠低溫方式 把它解決 把蟲軟成凍死 凍死 那麼過一段時間 再拿出來 再拿出來 再進行整理 那麼第二次呢 就是說能夠有效的 相對比較長時間 延緩這個過程 但是最好是標本 對 那所以其實這個 那跟當時製作的時候 這個記憶也是很有關係 對 那麼我們在製作以後呢 如果碰到這個製作的話呢 現在標本 那可能也會碰到 對 也要碰到的 碰到去掛掉 我們現在來製作標本 力求要一個什麼呢 本身這個皮帳過下來 要力求防腐到位 防腐到位 就在一開始製作的時候 製作的時候要進行 對 然後呢 你看這張2004年 這個做的 這個做的 這個畫面 這張呢 是給汽車鑰匙的 但是血是非常多 在全身裏跑的 哦 但是我現在看不到 對 整個的黃紅色 它的血都是封合了 封合了 因為它的毛比較厚 能夠封合的 看不出來的 哇這個 那麼然後呢 這個要重複清洗的 哦 清洗的 清洗的 清洗防腐 那麼製作 你看2004年到現在 對 也有16年 也有16年 也就是說這個標本 我們可以用手在上面抖一下 看看這個毛能掉了 稍微如果抖一下輕心 一抖就掉了 嗯 那這個標本就換了 就換了 就換了 是嗎 那麼是這樣子的 那麼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以後就是說 能夠把這個 長時間的保留下去 首先做到 嗯 定期的防腐 而且要不間斷的去 看這些標本 嗯 它的陳色字 嗯 其實都是一些平時 頂點滴滴的一些 對 你看看似是很平常的 很平常 但是 但是你這個如果這個標本 在一個廚藏裡 發現一個壞了 如果你不是藉此處理 整個處理完了 都會 啊 它的長手非常厲害 嗯 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的 好 謝謝唐老師 謝謝唐老師 今天也讓我們看到了 您平時的這樣日常工作中間 雖然是非常小的細節的這種工作 但是博物館裡這麼多的這種 精湛的這種標本 都是您這數十年如一日的 這樣的一個成果 好 感謝唐老師